哈喽 大家好 今天分享这款古早味的西点 是贤妻小时候最爱的一款甜点 名字叫西茉莉 Q弹的果酱夹馅才是传统的口味 西茉莉名字的由来是日文的 擦手筋 而来的 可能是它长长的扭曲状 长得像擦手筋吧 现在西点面包店也很少看到这款甜点 为了追求古早味的Q弹果酱内馅 失败了几次后 终于找到儿时回忆的口感了 材料分为三部分 饼干 果酱内馅和装饰用巧克力酱 首先做饼干的必要条件 必须软化奶油 如果没有放适温软化的话 用微波炉 微波10秒左右也可以 将软化后的奶油放入搅拌盆 然后将糖粉过筛加进来 搅拌器用这款饼干专用的搅拌器 刚开始先用低速搅拌几下 避免糖粉喷出来 再用低速慢慢将糖粉和奶油搅拌均匀 中途稍微刮干几次才能搅拌均匀哦 然后将蛋黄分两次加入 当然用全蛋液也可以 全蛋液的口感会比较脆 只用蛋黄口感会比较酥 先加一颗等打匀了再加另一颗 为了要求均匀中途再次刮干一次 再继续打到完全乳化 像这样完全看不到蛋液 非常顺滑的奶油状态 将搅拌器刮干净 现在要将面粉、玉米粉和奶粉加进来 所有粉类必须都过筛加进来哦 奶粉很容易结颗粒 所以一定要过筛哦 这款古早味的饼干不能少了奶粉 没有奶粉做起来的香味完全不一样哦 再用刮刀将面粉和奶油以切割和轻压的方式慢慢拌匀 当然做饼干手法熟练的话 用搅拌器也是可以的 但一定要注意不要搅拌过头 让面粉产生的筋性 做起来的饼干口感就不会酥了 用刮刀搅拌虽然比较费时间一点 只要不去揉面团保证不会出筋 做起来的饼干口感就绝对好吃 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准备来挤花了 首先先预热好烤箱 滑是330度 挤花嘴的选拌最好选择宽口的 有一公分以上的宽口会比较好挤 挤花嘴的花纹尽量选择开口大一点的 例如左边跟右边这两款的花 左边这款挤花嘴开口较大 用来挤饼干会比较轻松 而且花纹清晰 把挤花嘴放入挤花袋后 面团也不要全部装入 只要装入1 3分的量就好 太多的话会很费力哦 少量的少量的挤 比较不费力哦 将多余的空气排干净后 就可以来挤花了 传统的造型像波浪一样 大约10公分长就可以了 这个份量大约可以做8份 挤好后放入烤箱 330度烤18-20分钟 出炉后放到网上放凉 接下来QQ的果酱内馅 将几粒丁粉和一大尺的水 搅拌均匀 然后放入50克的草莓果酱 这是嫌妻用微波炉做的果酱 做法非常简单 可以参考右上角连结 当然也可以用市售的果酱 任何一种口味都可以哦 然后盖上盖子 微波1分钟 1分钟后 将融化的吉利丁和果酱搅拌均匀 嫌妻制作的果酱因为颗粒比较大 所以必须再用搅拌棒将它搅碎 搅拌好后 大家可以看到果酱已经慢慢的在凝结 吉利丁跟果酱的比例 对这个夹线非常的重要 有些果酱水分会比较多 如果不是像这样粘稠的状态 那么可以多微波20秒左右 将一半的饼干翻面准备铺果酱了 再将做好的果酱平均铺在饼干上 大家可以用挤花袋 嫌妻懒得再洗挤花袋了 自己吃的就随意一点吧 用小刀将果酱抹平 现在果酱还有一点稀 不要急着把另一半的饼干放上来 果酱还不够凝结的话 把饼干放上来 果酱就会被排挤出来 等果酱慢慢凝结 不会流动了 像这样直立起来 也不会滴下来 就可以把另一片饼干放上来了 现在很多西点面包店即使有这款饼干 也都用鲜奶油夹馅 鲜奶油夹馅的话就必须经常保持在冷藏 而且饼干会回潮 在口感上不会酥脆 一口咬下去鲜奶油也会被排挤出来 所以嫌妻还是喜欢这款古早味的果酱夹馅 即使放在常温也不怕融化 而且饼干也不会回潮 装饰用的巧克力酱 只要将巧克力豆微泼一分钟 再将它搅拌均匀 再用来粘饼干就可以了 粘饼干时最好准备矽胶垫或烘培纸 这样比较不会弄脏桌面 全部粘完之后放室温晾干 也可以放冷藏晾干比较快哦 我这样QQ的口感真的好好吃啊